福州首个名音桥皮博物馆,白眉桥皮博物馆日前正式对外开放,所展出的珍贵桥皮展示了桥乡文化,记录着海外侨胞的艰辛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5月9日,记者到此失地走访。 白眉桥皮博物馆位于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的白眉村,这里是著名桥乡。 上世纪90年代,白眉村不少村民到海外打拼,现在全村有1300多人,其中旅外侨胞800多人。 亭江白眉就是一个著名的桥乡,这里的大部分的村民原来都在国外磨过身,所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对桥皮有深刻的理解。 所以我们来这边建桥,建这个桥皮馆,所以当地的村民是非常欢迎我们来建的。 朱小川是白眉桥皮博物馆的负责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暗带前整理着近年来收藏的桥皮。 2008年,朱小川开始搜集研究敏越地区的桥皮,至今已收藏2000多封。 过去海外侨胞寄给国内的书信和汇款凭证,合称桥皮。 在书小川看来,千万封桥皮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侨胞移民史、创业史。 它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就是罚桥在外面把钱跟书信寄回来。 这种精神就是什么,一种重信重义,代表着一种很好的一种传统,爱国爱家的一种传统。 记者看到,展厅内展成了百余间从民国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的敏约地区桥皮。 这些泛黄的桥皮里,既有家常里短的倾诉,也有家国情怀的感叹。 汇款单金额大小不一,有的借给亲人用于日常生活,有的则是给家乡修公路,建学校。 其中,两封白眉村侨胞施文青寄给同乡长辈陈景仲的桥皮,引起记者注意。 这两封信就很好地表达了他的一种思乡以及爱乡的情节。 你看这里面信中有写,他们是要寄两万块钱回来,两万美元回来干什么呢? 建小学,要建小学。 然后还有呢,他写到我们的年轻人与美国年轻人的差别。 所以说,我们要培养我们中国人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要独立自主,要尊重师长,还要乐爱人生。 这里就很好表现出了法桥,他们的爱国爱乡的这种情感,就越南直上。 桥皮不仅是时代的记忆,更是亲情,乡情,家国情的记录,现正了桥乡发展的变迁。 周小川告诉记者,博物馆内有五个展厅,除了已经打造好的两个分别展成桥皮和桥皮文化主题书法作品的展厅外, 桥皮书籍越南厅,华侨物件展示厅,闽南籍潮汕桥皮展示厅也正在筹建。 随着这个互联网技术以及这个科技技术的发展,这种桥皮乔性逐步的消失。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建管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一种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更有利于我们的法桥,这些他们回来寻根的时候,能够寻找他们的根, 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游客以及我们的这个百姓一个了解桥皮的一个窗口。 收藏桥皮多年,周小川坦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桥皮资料已丢失, 他也正加紧搜集,整理桥皮资料,并希望借助桥皮博物馆展示,保护传承好桥皮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